以高尚的品德 杜登颖老师用一支画笔 彩绘出不平凡的一生 杜登颖1927年出生 毕生致力于艺术教育文化推广的杜海前辈书画家 自幼勤读经书 专研书法 酷爱绘画 就读于山东艺砖后 光细树苗 重视写生 扎下深厚的中西艺术造型能力根基 后来因为战乱 投笔重容 依然不忘笔根 杜海来台后 先后重学花鸟名家胡克敏 于仲林 奸习木骨技法 与双钩填彩 宫写合一 运用自如 于林茅从余 人物走兽 无依不惊 缘莫雷生 杜登银 九五回顾展 除汇集其一身面貌丰富的精彩大作小品百余剑之外 并梳理出其教学示范课图稿及多元素描写生手稿 呈现杜登银艺术成就 欲对台湾艺术人文教育推动的贡献 杜登银老师毕生在美术教育工作的投入 以渡士师徒传承制 为台湾水墨发展向下扎根 做出深远的贡献 他一生的伟大 不在于名位高低 财富多寡 而是能为自己的兴趣 志业奉献一生 并能踏实完成 方能在平时的生活中 孕育出清净无浊的心智 及高尚的品德 用画笔彩绘出不平凡的一生 十方新闻记者来伊尔荣台北采访报导